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心里收不上来的一种滋味 推特上讲说在匹兹堡的中文学校 有一个人叫顾浩的 这是我是直接查英文的 因为中文的没有 所以人们关心的就是说 顾浩跟中共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这是这是我们查 现在因为新闻上比较那个了 那警察已经讲过 就是这是我们看到啊 警察讲过说 那在这个刘斌跟顾浩之间相互的关系 没有一个明确的太明确的关系 应该跟应该跟他的研究项目本身 没有直接的联系 警察是有这么说法 这里讲说 警察相信 他跟顾浩之间彼此是认识的 那so far到现在呢 他们并不相信啊 呃 枪杀案本身跟顾浩之间 跟那个刘斌的研究工作呢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警察并没有 并没有这么相信 呃 这是这是警察讲出来的事情 呃 在比特曼大学 他叫分子生物研究员 呃 被被枪杀 这个人叫顾浩 46岁 在一把 就在一百马 一百米吧 一般是一百米之外的停车场内 他自杀了 两个人相互认识的 那刘斌呢 正在 所以被自杀 被杀掉呢 就显得比较蹊跷 这都是 人们在翻译成 在翻译英文的内容 而这里呢 就就讲说 这个人都是英文的 这个人三个小时之前说 相信 呃 顾浩 是杀了这个研究员 呃 然后他发现 他在自己的车里面 杀死自己了 呃 下面就是跟 跟了一些帖子 呃 基本上报道都差不多了 然后我一直到了下面 就发现另外一个消息 就这个消息 这个人叫 处死 他的消息比较早 他说顾浩呢 是曾经被列在 彼此堡中文学校的 这个注册 register 就是说 是他注册者 他说 但是呢 这个名字 在这儿已经没有了 彼此堡中文学校 那彼此堡中文学校呢 这是他用的网页 就讲说 呃 追进了彼此堡中文学校呢 没有 怎么查都没有 都没有顾号 这个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相关内容 彼此堡中文学校 就这么称呼的 他里面 呃 相关内容非常全 有董事会 呃 看来每两年左右 一年两年左右 他都是换董事会 我都查过了 呃 这是他我们能够看到的 他 在今年 进行抗击疫情 捐款 倡议活动 这些都 这是他学校本身的 他曾经得到过 呃 这个 国务院 乔办的 叫华文教育 示范学校的奖励 呃 里面就 这是 这是他近期的活动的内容了 呃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相关的宣传的 东西 但通篇里面 根本就没有 没有叫顾浩这个人的 呃 我我 因为我查过了几乎所有资料都没有 那 也不是说叫几乎所有资料 呃 他的大概的概念是1977年这个学校就有了 不是现在 呃 他有非常全的 相应的活动 非常全的内容 呃 现在的董事会呢 董事长叫做 呃 2010年 呃 相关 我只是跟大家展示 在那个 在那个时候 他就非常 应该是非常大了 非常正规的一个学校 相信在当地呢 有着 相当大的影响力 啊 如果 如果你去 如果我们去他的网站呢 这是他的home page 呃 这是他的contact 他现在的老板 主 就是学校的主席 叫叫陈宏应该是 副主席张家华 孙 孙健 啊 孙健什么 不知道了 叫不出来了 这是 这是他的 现在主席 呃 register 也不是这个人 呃 聘请老师 他用的 他几乎用的全都是 简体中文 我没有看到他用 用这个正体的 他是简体中文的话 就是说 在海外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多他是 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 啊 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刚才用了 大概很长 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查 没有 最后结果查出这么个东西来 这是无意中查出来的 呃 我相信这是他 没有删掉的东西 呃 这是应该是他的内部的网站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2014年 教职员工奖 啊 教职员工奖 呃 这个肯定是他们内部的了 一读过一 有人读了一千八百三十九次 我是可能第一千三百八百三十九次 在教教工员 教职工的奖项当中 这是2014年12月31号 拿出来的 是下午拿出来的 呃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获得了什么什么 2013到14优秀奖 邵继平 我们刚才看到邵继平是2010年的董事长 对不对 2010年 顾号 获学校工作优秀奖 这里有顾号 好强 陈宏 陈宏我们刚才看到是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董事长 对吧 是获得2013叫优秀组织和积极参与协会奖 颁奖的下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叫正化改陈宏 获海外华文教师优秀奖 这个我觉得到满说明问题了 这是六年前的东西 这个陈宏曾经获得侨务办的奖励 那就是现在的董事长 而当时的他 当时的顾号 却可以获得学校工作优秀奖 跟前一任的当时的这个董事长 是可以并下齐驻的 所以应该顾号是有来头 除此之外 在推特上再也没有找到 找不到有关这个顾号的任何其他内容了 所以有道理相信很可能是这个人 那至于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 你只能等警察 第一个 第二个 很显然 这个学校跟中国 跟这个中国乔办的关系 乔办的关系 是比较深厚的 那现在的 现在的董事会的主席 跟之前董事会主席 都跟乔办之间是有联系的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 但能说明什么 这个不好说明 那我们不能说明什么 但确实中间看到了联系 那警察并没有讲说 他跟顾号跟这个刘斌之间 是因为他的研究项目而杀了他 并没有这么说 但应该讲是 我觉得应该是像发现的 相当不错的消息了 这个从我们从调查的角度来讲 是这样 如果顾号真的是 彼此薄中文学校的 我相信警察一定会找到 我也相信这个东西会直接 就很快就会出来的 只不过很快出 这应该是隐藏不了的 既然知道他是谁的话 而且顾号肯定在彼此保待的时间不短 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消息 是六年前的消息 他已经在哪里了 而中文学校1977年就有了 这是我们能够查到资料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 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2000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犀礼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 生命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掌握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 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超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